紀錄片 給阿嬤的一張牌 頭過學生訪問時代過程 在歐出的館續軍 土地歷史的紀錄 就要丹飛玲 就像在法紀公一部上的 集囚界位 希望跟這部由台灣人軍 帶創作的紀錄片 可以走到每一個角色 也鼓勵大家繼續說自己的故事 家族的歷史 可以有什麼歷史 原本是美書老師的丹飛玲 發起多數 集體紀錄的紀錄 和學生訪問阿公阿嬤 年輕時發生的事情 還要把這些故事 起電影 將作一出台灣軍體紀錄的紀錄片 離立八十年 受難者是如針的 小弟是如窮 說出欺負各個米在茶坊 密室的經過 倒數集體紀錄 結果 不僅通過台灣超過十四的館期 百多的老子 背負超過一萬的學生 公出家族的故事 但飛玲德燕也希望通過這次紀錄片 繼續推廣金款 夠有 我們就想說 要怎麼把這些經驗 在學校裡面的經驗 專畫上可以入去社區的工作坊 竿爭的少年 就去訪問 我們就贏得 要記錄 寫文中 用手機 竿爭 竿爭 表示這順大家會怕 公正款 就是公正款 這是策略的 記者用手機 下跪臨 先把其報道